接下来即将进入第四关的升级挑战 极限障碍赛 在我身边的这两位挑战者 将会角逐出本期的无人机挑战王 之前一直听说他是一匹黑马 冲到了国内相当靠前的位置 所以一直很想说能跟他有个机会比一场比赛 很巧在第四关能相遇 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了 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升级挑战的关卡 无人机依旧需要绕过雕像 在经过美人拳当中的三道拱门 将较于第三关第四关的沁香亭当中 大风扇变成了八个小风扇 可以说难度全面升级 接下来即将进入第四关的烟雾长廊 密布了激光阵 一旦触碰警报就会响起 你只能重新地通过了 无人机飞过长廊后 将会进入一段平坦的赛道 虎人机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来通过赛道 在悲欢莫测的古建筑结构当中 完成指定空间的飞跃 来到院内 这里设置了高低错落的十二时辰 时间障碍圆盘 无人机要分别穿破各自指定颜色的障碍圆盘 穿过十二时辰 无人机进入电力补给站 无人机完成补给后 将沿着指定路线来到下一关 第四关升级为双摆流行锤装置 而且流行锤的摆动是毫无规律的 难度再一次的升级了 通过流行锤 无人机来到长一百米的气球阵 此船过山车式的气球轨道 终点处气球飞向高空 率先穿破 象征终点的气球 即为本期无人机挑战王 到了我们这一关 难度的升级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了 如果说上一关难度算1.0吧 那么这一关我觉得难度可以到达3.0的级别 可以很确定地说 咱们现在设定的每一个挑战的关卡 在任何一个国际级别的赛事里面 它都会难倒一大批穿越级的飞手 因为这种飞行 它对飞手有着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 它不单单是一个快速竞赛的这种飞行形式 因为你有很多的障碍物 你需要判断 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挑战者他必须要有完美的发挥 而且还要有平稳的心态 才能完成整个挑战 第四关的终极挑战即将开始 两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两位挑战者请进挑战位 我宣布挑战开始 两个人同时的高速弹射起飞 透明响夜的是李坑黄的飞机 本侧响夜的是王学斌的飞机 飞机绕着雕塑旋转一轴之后 进入空门 王学斌以微弱优势现在保持着领先 王学斌一个干净利索的回旋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 升级后的风扇亭 这里面有八台风扇 比刚才对选手挑战难度更大了 在这个角度空间上 需要你更细地操控 王学斌率先来到风扇前面 粉侧奖夜的是王学斌的飞机 他顺利地通过了第一组风扇 李坑黄紧随其后 他们的飞机需要绕过屋顶 绕回风扇亭的前面 再进行第二组风扇的穿越 王学斌现在保持着领先 王学斌 李坑黄前两组风扇 都顺利通过了 王学斌准备穿过最后一组风扇 出现了碰撞了 李坑黄快速穿越第三组风扇 实现了超越 王学斌重新起飞 我们看到这个超越 完成得非常精彩 飞出了风扇战 我们来到了烟雾长廊 烟雾长廊当中的烟雾 比以前喷射的强度更大 而且有了激光束 去去躲避激光束 因为一旦碰到激光束 对它有非常大的干扰 我觉得有一种007的即逝感 在中间你要 凹各种姿势去穿梭 现在是李坑黄 复于这个光口的领先当中 哇 烟雾干扰太大了 只有离得很近 才能看到这个激光光束 然后再去做躲避 我们看到这会儿烟雾非常大 李坑黄 求稳降低了速度 王学斌 抓住机会 成功反召 这时候的烟雾太浓了 李坑黄出现失误 追美了 我们看到黄学斌率先起飞 领先通过了烟雾长廊 李坑黄艰难地重新开始 就进行了起飞 李坑黄也飞出了烟雾长廊 紧随其后追随黄学斌 双猛都是把这个速度优势 充分发挥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入罗宅 两个人没有丝毫的减速 李坑黄这个超越完成得非常精彩 这是十二时辰 要穿越自己颜色所对应的时辰 根据规则 李坑黄撞蓝色时辰 王学斌撞红色时辰 他们每撞破一时辰 就会出现烟雾干扰 出现了碰撞 看他能不能继续起飞 根据规则 不能起飞的飞机将直接被淘汰 他回正了 重新起飞 要找到自己的颜色 这个在主观视角当中 这个十二时辰上颜色的标注并不是那么清晰 要在颜色上有判断 一个蓝色一个红色 这颜色就不能出现问题 穿运而过 我们现在看到 随着他们撞风的时辰 个数增多 烟雾也越来越多 对他们找到剩余目标 造成了困难 王学斌率先完成了十二时辰 李坑黄紧随其后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到 这个酒瓶的位置 好 穿越越来越细小的这个通道 过了这个通道之后 大家都知道 要做一次调整 这个应该是电池的调整 能量调整 同时也是个心理的调整 双方应该是 这会儿师傅又上阵了 陈伯为自己的徒弟换好了 给手势赶紧调整 冲进启动 双方的时间差距很小 也就在一秒左右 王学斌现在保持着领先 他们根据指定路线 朝着双重的大摆锤方向 飞了过去 我们看到现在是两个双重的大摆锤 摆锤毫无规律 飞机通过的空间非常狭小 所以这个难度比上一关更大了 王学斌犹豫了 给了李坤黄一个反超的机会 哎呦 这出现了失误了 重新起飞 继续能够完成这次穿越 李坤黄拉开了跟王学斌的距离 保持领先 接下来 他们朝气球阵的方向飞去了 那么李坤黄对应的是蓝色气球 而王学斌对应的是红色气球 李坤黄帅先击破第一个气球 王学斌没有能够精确地将其击破 好 王学斌成功击破第一个气球 王学斌在奋力追赶 他好像找到技巧了 速度提了起来 他俩击破第一个气球 他俩几乎同时击破气球 速度不差分毫 我们这个设计很有趣 充分发挥了无人机的立体竞赛的 这样一个特点 在这个空间上 更具有想象力 李坤黄拉开了 跟王学宾的距离 保时领先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最终目标气球 已经腾空而起了 竞赛者必须追赶上去 精确地将其击破 这个时候李坤黄 还剩四个气球没有击破 李坤黄顺利地通过了气球阵 他现在要向最后的目标气球 冲刺了 王学宾紧追其后 顺利通过气球阵 向目标气球发起冲刺 李坤黄首先把刺激稳定住 好 没有能够精确地将其击破 看一看 王学宾这一击能不能成功 没有将其击破 李坤黄 李坤黄围绕这个目标物进行飞行 观察 选择时机 究竟谁能率先击破气球呢 好 李坤黄非常精准地将其击破 恭喜李坤黄 就像我们的战斗机击落对方的目标一样 攀畅淋漓 真是太精彩了 这真是精彩的比赛 来 欢迎两位挑战者 非常棒 非常棒 特别棒 特别棒 刚刚我们是精心动破 看了你们整个的比赛 现在呢 我们要听一听裁判 为我们来宣布两个人的比赛结果 李坤黄成功完成了本轮挑战 率先冲过终点 本次成绩有效 在这一轮的比拼当中 坤黄获胜了 学宾此时刻你最想对大家表达的是什么 达虎 亲兄弟 上阵 父子兵 今天我们师徒三人来参加比赛 收获的不只是比赛的经验 而是我师徒三人一起 同场经济的一份情意和记忆 我会继续努力成就自己的梦想 成为老师的骄傲 师傅陈波在帮他换电池的时候 我看到最后摆那个 可以飞行人手势的时候 他的嘴角是带着笑容的 这种暖暖的笑容 我觉得王军明看到之后 应该内心也会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相信未来他在无人机飞行这个领域 一定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就的 努力 学编 期待你更好的成绩 好 昆皇 此时此刻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无人机运动是我的爱好 无人机的广泛应用是我的目标 那么我期待在未来呢 无人机能够更加贴近我们生活 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 李昆皇真的是天才少年啊 现在他所研发的这个无人机 用在这个巡检消防上面 所以他是真正让这些科技走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并且会极大的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质量 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 像李昆皇一样 为科技的进步普及 以及让我们感受到科技的便利 增添一下自己青春的力量 经过了第四关终极比评之后 象征着无人机挑战王的荣誉奖杯就在我的手中 那接下来就请大老师为我们来宣布 本期挑战结果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 李昆皇挑战成功 祝贺李昆皇成为本期的无人机挑战王